由馬東引言,我們請馬東引言先做引言 陳修隆醫師是我的師弟,是在2013年的時候在臺灣拜我們孫長的師,當時我是主持人 陳修隆醫師在我們中醫界已經耕耘了三、四十年了,在臺灣上和整個運動上已經積累了大量的學術經驗和管理經驗 前一段馬上有新出馬要出版,其中是我們孫花榮長給他直接提了詞 好,掌聲,謝謝 陳修隆 非常謝謝,我們楊師兄是綜合一派的傳承工作掌門人 所以我非常敬佩我們綜合一派的一個學說 我們臺灣真的是在醫藥方面的環境很不容易發展 所以我們的董博醫一直在呼籲說我們臺灣是不是有專門的中醫藥真正的在這方面還有結合民間療法 自然療法的專業法的一個研究所 那我當然今天講的主題啊 是我這六年來的一個總結 因為我們在臨床上呢,我在93年才在香港是中醫診所 那這個在97年才在我們臺北元山大飯店成立中華民國中藥協進會 所以我嚴格講起來,我是從中醫內科的研究 一直到因緣際會 98年到廣州中藥大學進修 才轉為五三科方面的研究 所以我發現到說 不管是你是內置、外置 或者是屬於非物質的療法 都應該要很精確的做一個事前的診斷 那因此呢 我今天講的就是 以這個雲端的科技 用手機 用簡便的儀器 就可以完成了八缸電證的所有的系統 好,我們下一頁 那雖然這個部分呢 是因為我講的這個主題啊 是我15號要去成都 因為四川第一個發展出我們的康陽旅遊 是由國家旅遊局 在八月份邀請我到北疆尼樂克 這個專題做一個規劃 那我們發現到了 現在的旅遊都要注入 促進健康養生的元素 那因此呢 不管是這個所有的溫泉保健 或者是呢 森林的保健 或者是自行車啦 或者是簡單的這個 所有的這個旅遊的項目 如果說事前沒有準備的話 很可能都有一些意外 會發生 所以呢,我在這個 背景裡面呢 我是11月4號 到這個香港中文大學中藥學院 第一次發表 在台灣今天是第一次發表 時間很短 我是能讓大家分享 那我的助手 鍾老師 在現場 我有這個單子 下午有空 你可以看到兩分鐘 就可以把你全身三十二個點 就可以檢測出你的問題 所以呢,我在這個部分來講 是希望說能夠把真正的核心價值在哪裡 跟大家來分享 好,我們下一頁 好,那這套系統呢 當然過去我們是用傳統的這個學習的方式 就是你要從中醫的診斷學 從四整心法到這個所有的論治 不管是六經辯證 或者是八綱辯證 來做私治的一個主要的指導原則 好,我們再往下看 所以量測人員很簡單 你只要是一分鐘 不用訓練 你就是把他這個左右手的公共脈 量測出他的心臟 還有心腦血管全身的問題 你找出他的問題點在哪裡 你自然就可以了解他的一個體質 相關的一些問題 還有潛在的危機在哪裡 我們再往下看 所以呢,這個部分來講呢 我分兩個部分 台灣的這個醫藥管理是非常嚴格的 在醫療院所內的 我的表單和醫療院所外的表單是不一樣的 各位可能手上會拿兩張檢測的單子 那我們再往下看 如果說你是在醫療院所內 你就用心臟檢測 看心肌 你的這個血管 你的內臟的問題 那和我們現在的筋膜是一樣的 所以呢 這個福建醫師都在學 這個意大利的 歐美的一些筋膜手法 裡面也是一樣 有淺層筋膜 對不對 有深層筋膜 有內臟筋膜 這剛好符合我們傳統醫學的障像學說 裡面有很多的方式 都可以呢 把這個當作一個結合 那因此呢 我們在這個概念裡面 我們並用現在的生物科技 把它研發出來 所以下一頁看一下 因為時間不多 但是呢 操作非常簡單 五分鐘就學會了 那下午呢 吃飯時間有空 我們在外面啊 有興趣的再來分享 好 我們再往下看 那因為這個研究是在台灣做的 所以我們是在台灣的大醫院的心臟內科 找這個我們的研究成果 和這個心電圖 操聲波的對比 它的準確度 所以這種準確度呢 我們經過了好幾次 花了大概呢 這個將近了一千萬 的研究發展 才完成這套系統 我們再往下看 所以這種系統當然 不可能是完全精確 但是針對於我們現在很多的 心腦血管 臨時的心肌梗塞 我們的這個準確度在臨床上 可以達到百分之83.13% 當然這裡面呢 比較弱一點就是冠狀動脈的疾病 這個呢我們要克服 但是我們的準確度最低也有66.67% 這個是一個很嚴謹的研究過程 我們再往下看 這個是非心臟病的 這個是非心臟病的 這個往下 所以呢這種 準確度 當然呢 如果說假設你今天呢 早上要去陽明山泡個溫泉 如果說你能夠在出發前 利用兩分鐘時間 馬上自我檢測 你就可以知道說 危險性在哪裡 不適合單獨泡溫泉的 就不要去 因為我們曾經發生過 遠大而來的嘉賓 從大陸來 結果呢到陽明山泡個溫泉 單獨一個人 等到大家在找的時候 已經來不及救了 短短只有十分鐘而已 所以呢我們在這個方面來講呢 我們是做一個 不管是介入性的療法 或是自然療法 我們應該在事前 做一個很精確的一個檢測 往下看 那這個檢測呢 我們呢 這個研發的到現在來講 已經到第四代 到第四代 那這個檢測的儀器 我們把它壓縮 變成一個像外面房間的 那個涼血壓的電子儀器 但是呢我們注入了一個半導體的感應元件 所以呢很快的就可以把它通過計算機 來做一個我們的心率 或是心肌或是血管的病變的一個檢測 往下看 所以這個操作的模式 今天呢就這個略過 再往下一下 往下一步 再下一步 再下一步 再下一頁 這些都是基本的資料 要建策建立的 再往下 患者一定要自己自訴 你的病例 往下 因為你的危險值啊 生命的這個動態 是很重要的 再往下 因為我們後面再說 剩下時間兩分鐘 再下 往下走 那這個部分來講 不是只有說體質的分類而已 我把體質分類 那分成400度 你的體質還有危險的 非危險的 所以我們在九大體質裡面的八缸辯證 往下看 寒熱虛實 再往下 下一頁 下一頁 這些呢是立即顯示出來的 再往下 那懂得經絡六經辯證的 那更好運用 再往下看 那你可以馬上可以知道說 你要調理 到底是上半身 還是下半身 還是低 還是啞 那再往下看 那它的調理的方式很簡單 好 就是按照精準的檢測完以後 你可能你的體質的分數是很危險的 我把這個檢測出來呢 分成20級的危險程度 一般亞健康的是1到6級 你現在下午做檢測第7級以上的 請特別小心 不管你是任何的大師 或者是呢 你是試驗有成的 你的健康永遠是第一的 我們再往下看 好 所以呢 這個部分是透過雲端來做檢測 好 下一頁 好 完畢以後 我們就有二維碼 透過我們的這個 微信啊 或者是呢 Line 再傳送到你的手機 往下看 好 所以可以複製 作為你個人的 終身的追指 這個追指 或者是病例的見識 再往下看 好 這些呢都可以做 這都是手機頁的 往下看 好 下一頁 它可以量測出 我們總共有四百張圖 再往下看 先調查訊 再下 好 這是我們的做學術研究 比如說社區的群管 你可以呢 整體的知道你的服務的對象 偏向哪一些體質 再往下 好 那能量的分佈 到底呢 是最低的 就是危險 像比如說剛才這個 實在是三百分以下 全部都要去做調理 再下 好 所以這個總分 我給大家看 時間到了 所以呢 這個就是呢 有十六級 特別要注意的 好 再下一頁 最後再下一頁 好 這個是 如果說大家有興趣的話 這是 開一個回信 把它拍照起來 好 那你就可以呢 很快的跟我連結 我馬上教你這套 好 上銀端下掌 這個APP 好 來做一個應用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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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補充一點喔 剛剛何欣傅醫師說 每個省 可以 優待二十名美會看診 另外每一個省 找一個徒弟 好 最後補充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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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